如果说这个牺牲儿呢 是一个普通的孕妇生出来的孩子 那么这个小孩呢 他接种乙肝疫苗的时间呢 就可以放的宽一点 比如说出生当天打是可以的 出生的十天以内打也是可以的 在这个妈妈和孩子要出院之前打也是可以的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对于一个自身有乙肝病毒感染的妈妈 或者说表面抗原阳性的妈妈 那么他生出来的孩子应该在出生当天 最好在出生12小时以内注射乙肝疫苗 而且在注射乙肝疫苗的同时 应该在不同的部位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提高乙肝母婴阻断的成功率 也就是说我们给孩子出生之后 最好是在产房立刻在一个部位 比如说在左边胳膊打乙肝疫苗 那么在右边胳膊或者在大腿 或者在屁股给他打乙肝免疫球蛋白 这才是一个比较正规的 一个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里才能够提供进去的 注射了 ärke